哈囉大家好我是騰騰我們今天呢要繼續來玩我們的尤尾的惡魔殺手 那在昨天更新之後呢我們的史丹利大袋好像已經發現了 蠻多的關於技能符文還有天賦的BUG都已經修復了 像是原本我們有一些技能符文裝上去的像這種 增加一般怪物傷害或者是魔王傷害的這個符文呢 那其實是原本是沒有作用的 那經過這幾次更新之後呢他好像就修好了 然後比較重要的話是我們天賦中的這個戰鬥 原本的天敵惡魔王官方是說沒有要修了嘛 那好像是說經過這次更新 把一些數據的衝突給解決之後然後這個BUG他就自然修好了 那既然這個BUG已經修好的的話我們就可以 來把這個重新點回去 好那麼天賦已經重點完了基本上都沒什麼變化 就是把原本這個加攻擊速度的變成點成這個魔王傷害 那我在想這個 雷電 閃電召喚跟這個攻速我覺得應該都差不多吧 那我就保留這個閃電召喚 那不然可能攻速其實是比較好的那我也不知道 那今天除了介紹這個更新的BUG已經修好之外呢我們還可以來換一下我們這個 裝備 一開始我們都是推薦這個選擇中間的嘛因為他有暴擊率 有暴擊率又加暴擊傷害那這兩個其實是蠻好搭配的 因為暴擊率呢是比較算是稀缺的這個磁條嘛 那所以呢大家都 一開始都先推薦選擇這個暴擊率 那好像之後也有研究說呢我們短劍 特別是短劍他的第四個技能還有增加這個暴擊率 因為在打王的時候呢可能會有一些暴擊率溢出的情況發生 那如果要追求更大的這個傷害量的話 可以把我們這個暴擊率的磁條換成 技能傷害 也就是說把我們的 法師之帽 換成我們的騎士頭盔 那這樣的話傷害可以再 多提升一些些吧 那我們就直接來換一下 首先先卸下來 然後給他重置一下 那接著呢再把我們的這個騎士頭盔 強化階級上去 再上去然後瘋狂升級 那這個好像是不能夠長按升級的 我們就只能夠一點點慢慢給他升級上去 那希望換成這樣 傷害會比較高 那這個也不是說要一定換成這樣好像只有短劍比較可以換成這樣那其他的話可能就要自己想一下 因為其他的技能的主要傷害的話可能都沒有這種 有暴擊率加成的 那你們就要自己斟酌考慮一下 而且新手剛起來的話暴擊率應該是都還蠻缺的 所以說可以不用急著換 新手都用中間的這個就可以了 那到真的蠻後期的話 你自己斟酌過後想要換的話 可以再換一點沒關係 好那我們點完了那這樣就把這些都換完了 那原本我們的技能傷害好像蠻低的只有 六 六十幾趴還是幾趴 好吧那我們這樣就點完了希望這樣可以幫助我們推到更多關 目前我的最大關卡是17650 那我們就直接瞬移到那邊 來打個看看 不過應該是不會差太多啦因為 技能傷好像也才加 一點點而已 比較影響的話是我們這個技能 技能好像原本只有200多出頭趴了 現在變成226趴 來稍微看一下 果然還是傷害不太夠啊所以大家可能可以增足一下 也可能只是剛好運氣不好沒有吃到那個加時間的能量球 好那我們接著呢現在 也要跟大家引起一下我們的這個 春季活動也快要結束了所以大家可以來 抓緊時間來散個散子啊 就只剩下倒數一周了 那不知道你們都換到幾個呢我自己是換到了 6個再加一個武器嘛 好那我們今天呢也來把這些散一散 看看可不可以再多換個 兩三個武器啊 那以後呢 這個活動結束應該是會再把他出出來 鑿成一個1500 那大家可能也是要準備好你們鑽石 好好的等他一出就買 不過要買的話也就只有那些些除了你自己本身武器的套裝之外呢 再把其他的三件武器 然後再各買兩個應該 各買兩個應該就ok了 所以的話負擔應該是不會太重 那之後呢想要再換武器玩的話可能就比較吃力一點 就要再多買 4件SS的 裝備吧因為武器你們大家都是必買的 看官方之後有沒有要出那種類似可以 規規一下或是重設實裝的鑽石 要不然 選擇一個武器呢就只能夠一直玩下去 不能夠體驗到其他武器的那種快感 還是說官方就是想要讓我們要克多克金多一點 才能夠享受不同武器的樂趣 估計他這次出之後呢就差不多要出那些3S的精靈還有裝備 不過還好精靈跟裝備是不太影響我們武器的選擇啦 大家可以稍微期待一下 還有之後也是我們的工會 工會可能要到4月底才會出 那現在才4月初嘛 那大家應該是有的等了 希望他這個春季活動結束之後能夠再馬上出個活動 要不然這樣每天上線的話就是 掃掃掃地 然後按個突破這樣就結束一天 而且到現在我也是 有點懶得打那些強化裝備的卷軸 好隨著我們這樣聊天講話的過程呢已經 漸漸骰到了 680個 那距離我們的目標2000呢還差 1300 知道這些骰子應該是夠吧 感覺在我們講話的途中他一直在亂走亂骰 我沒有走到70個櫻花耶 這是怎麼回事 好剛剛罵了一下 直接走到了 那也聽說好像有蠻多人在刷這個骰子 我自己是不太知道怎麼刷 那可能是也是運用那些模擬器的bug 就像我上次遇到 但我這次也沒有再遇到那種bug啊 官方應該在這次更新應該也都修理好了吧 他不是有一條那個說明就是說 可以 減少他就禁止在遊戲中調時間了嘛 模擬器的那個bug應該也是跟時間有關係的 所以應該會 順利解決才對 好我們已經順利 載到1040個櫻花 然後再努力加把劍 那這樣看起來到活動結束可能就大概會差兩個 兩個SS級的武器吧 還是三個也說不定 那至少準備個5萬 4萬5的鑽石應該都可以順利收集完 那我自己本身也是蠻好奇他3S裝備會出什麼的能力值 像鞋子的2S他就瞬間跑超快 那 他會跑這麼快我也是沒想到他有一開始 這 他做錯什麼的 結果沒有他就是要跑那麼快 如果也只是單純加一些能力值就覺得有點low 那這樣 我還是希望官方可以把那個怪物卡片的旗幟稍微調一下 因為獲得的真的是太難獲得了 可能玩了好幾年都可能 沒辦法抽到自己想要的卡 那也只能夠慢慢合上去 相當於說你中個 2S精靈 你從C級升到2S精靈就相當於 好像升3星吧 C B 然後C升到B嘛 B到A然後再到S 好像是升4星的高卡 真的是蠻難獲得的 真的是蠻難獲得的 而且怪物卡片的 種類又還蠻多的 又不是說只有 10幾張 但是好像 每個武器都有自己不同的吧 然後加起來 而且A級跟S級的好像也不太一樣 真的是 超級大坑喔 好那我們就快要骰完了 我們一開始是60幾顆 骰子 現在差不多快要骰到 我們今天的目標 再多骰 幾次 應該就可以了 好 再繞一下我們的最後一圈 應該可以順利完成 Nice 剛好2000了 那我們來把我們的 法杖先換一換好了 法杖我覺得是比較好看的 然後他這次更新的是說 只要一購買應該就會加攻擊力 那我們也順便來測試一下 好 購買 購買有嗎 他是不是在騙我啊 我感覺這個攻擊力沒有上升啊 4900嘛 還是要去點去穿他才會 顯示啊 他更新秘密就說 買了 他就可以直接顯示了 那果然 他自己在 發行的時候有debug一下嗎 好吧 那我們買個大劍吧 好 一樣 買完之後要點去穿了 這成5200 好吧 那我們今天這個優偉的惡魔殺手就差不多拍到這邊囉 我們下一集再見 大家拜拜